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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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走廊上奔跑 創造了我同學 於是我比我同學到寶劍去 所以我們想改善這個在走廊上奔跑 造成通道的故事 好 我們一開始想到用漫畫來捐導 後來想到用戲劇生導也可以 最後在大家討論之下 就是用海報宣傳的結果 但我們最後決定用 去接加海報的方式 因為我們想在短時間內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我們覺得 辦法需要長時間 我們要做的是走走薑餅人 我們的時間活動是挑戰的任務 首先在這裡寫上自己的名字 然後 要說 我要參加這次走走薑餅人的挑戰 就要讓自己完成一週內 不走廊上奔跑的目標 希望藉由這次的活動 讓大家瞭解 在走上深奔跑的危險 還有 讓自己更加注意走上深奔跑行走的安全 這個表格是 只要你這一天沒有跑步 你就可以來紀元班這裡打一個勾 但是你連續五天沒有跑步 就表示你已經成功完成這個任務了 我們的參賽活動 將大家的挑戰法描在這個看法上 最後 經過我們的統計有三十七個人 最終有三十個人成功 成功挑戰完這個挑戰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 讓大家更加上深奔跑的危險 還有 在走上上行走團 全部 九九將比人 成功 在走上深奔跑的 但是 經過這個活動之後 我知道 在走上深奔跑很危險 所以我從現在開始會 盡量減少 不再走上深奔跑 而且 假如用九二娃 可以確保自己的安全 也可以確保別人的安全 所以 水滴 水滴 水滴